特种作战模式 一定要和队尔一起 不然一刀满编队 又是天上飞的 又是地上雏六的 还有远近离旧队尔的 一个人根本打不过 这把就跟随队尔准备去核电站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敌人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直接就冲过来 打队啊 咦 左边还一个 拿完东西我们来到了监狱 看样子好像没人 我下去看看 开落地的时候放一下二技能 无论多高的地方 都能安全无防落地 舒服 先舔个人机的包 耶 这家伙跟哪咋的咧 还没等我过去就被解决了 拿完东西刚是没走 这又有人送上门来了 你说下边路那么快 你非要走山了 你俩来的意义和在 康头落在了皮层 那必须是我们的 嘿嘿嘿嘿 叮叮叮叮 我去有人 大哥别碰我了 嗯嗯 果然没错 副驾驶是最危险的 哦 哎呀 我们给这拼命 你偷偷的捡个桌头 赶紧放一桩吗 还不投降 让我送你一颗雷 呀 激动兵 那我就让你激动一下 我去 跑那么快 追 又跑 这怎么有种看天睡觉的感觉 下着两个大侠在房顶打架 嗯哼 让我看到 这下看你往哪跑 嗯哼 怎么样 P层房顶 我比你来的多 哈哈哈哈哈哈 抠头以来搜热闹了 试试能不能飞上去 嗯 好像抓狗只能刷到静止的物体 对于弄的物体没用 嗯 圈刷在了P层 看来这把又吃鸡一个呢 现在各个方势力都在往P层攻打 我放倾劲圈呈四人之力 绝对最小的天守住P层登开了 因为家里是我们的邓大门 这里又不是柔了 那整个P层可能就沦陷了 我先去小猫上去 先把敌方被剧给破坏了 等会儿堵来 他们被死欧益 都过来了 打 果然敌方实力不能消去 不过当然是子弹都打了 先去小猫拿掉子弹 不好 我们在东大门打得太久 敌人都从希腊里摸过来 绿色房子还有一个 要是再慢一会儿 他们都摸懂背后 又上一个 哦嘞 先趁机拿点子弹去 这下可以上房顶看看 你还想上去 那这下没了吗 刚才看到这边好像过来了一个 看看在哪 哎呀 又是飞檐走壁 满满 就爱上最后一个 在哪儿呢 哇 这里走 也真美 嘿嘿嘿嘿 不过有人打的时候 又立马跳下去 来这里可以勾引敌人一波 让它报个位置 等了半天也没人来 哦 那边飞的是不是一只的 我看看 哦 跳完了 先上去再不再玩玩 完了完了 打住了 嗯嗯 没事 反正也吃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再走呗 拜拜